今天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文章关于安史之乱 一起来分享 是个中国人的都知道空城记 但未必知道空城记是虚构的 也未必了解背后的历史典故 三国演绎作者罗冠中 其实借鉴了唐朝名将张首归的诗迹 那年张首归受命为瓜州刺史 简率竖旗赴任 刚到瓜州 屁股还没坐热 急爆船来 土番来饭 瓜州手被空虚了 手是肯定守不住的 城中人相顾失色 熟料张首归神色自若 吩咐众将士隐匿 然后于城楼上至酒作乐 土番君至城下 见张首归平兰品酒 迷之淡定 疑心城中设有埋伏 随彻围而去 活脱脱一出唐朝版的空城记 张首归因为履历战功 升任幽州节度使 担任幽州节度使期间 军中抓获了一个偷羊贼 张首归下令将偷羊贼 推出原门斩首 以正军纪 行刑前 偷羊贼嚎了一声 大腹不欲灭习 弃丹两番也 而杀壮士 意思是 大帅难道不想横扫大漠 为何要杀壮士呢 张首归觉得他口气不俗 下令松绑 并提拔他为桌升将 相当于侦察兵 截虎 张首归武略过人 却不善识人 这位偷羊贼 叫安禄山 安禄山确实有几把刷子 不仅通晓六种语言 而且骁勇善战 担任桌升将期间 安禄山经常率 竖旗深入敌境 生前几十人归来 安禄山还善于揣摩领导的意思 张首归觉得他胖 他就节食 每顿饭只吃个半饱 张首归健壮 郁佳欣赏他 收他为养子 为了让这个养子 渐渐世面 顺便在皇帝那儿 混个脸熟 张首归派安禄山 入朝奏事 安禄山 有没有给唐玄宗 留下深刻印象 不得而知 倒是丞相张九龄 注意到了他 张九龄就是写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那位 有文采 善识人 从张九龄看到安禄山的第一眼起 就预言 乱忧洲者 此胡人也 直接告诉张九龄 此人不除 后患无穷 但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 张九龄也不能拿安禄山怎样 不过没多久 张九龄就逮到了机会 安禄山因为轻敌冒进 折损了不少人马 按军阀处置 当斩 安禄山毕竟是养子 张首归下不了手 就派人将安禄山压制京城 交由唐玄宗处置 朝堂上张九龄上奏 卢山失利丧失 与法不可不诛 且臣官其貌 有反向 不杀必为后患 这番话 犹如一首凉凉送给安禄山 眼看安禄山要凉了 剧情神反转 唐玄宗觉得安禄山脸熟 一打听 直到安禄山曾经入朝奏事 且立过不少战功 念在安禄山是个勇将 唐玄宗开口了 轻 不可以貌取人 最后安禄山逃过一劫 降职为士兵 没多久 安禄山将功补过 当上平庐兵马史 再到平庐节度史 安禄山的仕途 为什么如此顺呢 首先是政策的原因 这时张九龄已经罢相 取而代之的是奸臣李林甫 李林甫既贤度能 醉继那些文武双全的贤城 此类人以文汉入台府 从马上取功名 出将入相是迟早的事 这意味着李林甫的相位 终会遭受挑战 针对此 李林甫想出了重用藩人将领的歪招 怂恿唐玄宗说 文是为将 且当史实 不如用韩族藩人 藩人善战有勇 韩族极无党员 藩人将领不识汉子 即使军功再卓著 也当不了宰相 而安禄山 恰好是出身贫寒的藩人 其次安禄山确实能打 打得西人和契丹人满地找牙 安禄山还很狡黠 常常设宴邀请部落酋长 然后在酒里下蒙汗药 泉游中的血色婚礼 隔三差五上映 无论是刀剑得来的 还是轨迹骗来的 总之安禄山成堆成堆地抓获俘虏 并送往朝廷邀功 是在不绝于路 郡县疲于地运 安禄山也因此立下了赫赫战功 成为威震一方的大将 安禄山用外族人的血染红了观音 第三 安禄山善于卖忠臣的人设 金官来地方上视察 安禄山极尽贿赂之能事 这些金官收了贿赂 回去后对安禄山赞不绝口 朝中有人好作官 久而久之 唐玄宗也对安禄山产生了兴趣 找他入京觐见 觐见时唐玄宗和太子李亨都在场 但安禄山只拜唐玄宗 不拜太子 有人提醒安禄山拜太子 这时安禄山开始卖蒙了 臣是藩人 不识朝仪 不晓得太子是何官 唐玄宗答 太子是储君 正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 安禄山立刻说 臣太蠢了 只知有陛下 不知有太子 臣罪该万死 要知道唐代有过儿子夺老子权的宣礼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夺取了老爸唐高祖李渊的权利 唐玄宗难免对太子李亨存有戒心 所以当唐玄宗听到安禄山这番话时 龙言大悦 后台是老板 安禄山油转不足 又一把抱住了老板娘的大腿 竟然认比自己小十六岁的杨贵妃当妈 每回安禄山先拜杨贵妃 再拜唐玄宗 唐玄宗感到很好奇 问其中缘由 安禄山回答 凡人先母后妇儿 既奉承了杨贵妃 又等于变相认唐玄宗为爹 假之安禄山是个三百多斤的胖子 说这番话时憨态可居 唐玄宗瞬间被逗乐了 还有一回 宫中跳狐玄舞 杨贵妃领舞 跳到尽兴时 安禄山也加入了舞池 这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 旋转跳跃闭着眼 画面相当辣眼睛 唐玄宗再次被逗乐了 笑得像个两百多斤的孩子 结束后 唐玄宗问汗沉沉的安禄山 轻肚子这么大 里头装的是啥呀 安禄山拍了拍大肚皮 高声回答 唯有一颗赤胆忠心 Anyway 安禄山逐渐盖得了唐玄宗的宠幸 试图如坐火箭般上升 不久后 安禄山总领平卢 范阳河东三镇节度时 相当于三大军区总司令 其麾下兵力多达15万 将近全国边防军的一半 这时 安禄山已经萌生异态 之所以没造反 一方面是因为唐玄宗有恩于他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忌惮李林甫 安禄山和李林甫都是恶人 两人的关系却很微妙 套用让子弹飞离的一句台词 比恶是吧 李林甫比安禄山还恶 起初 安禄山仗着唐玄宗的宠幸 目中无人 李林甫就找机会敲打安禄山 怎么敲打呢 每当安禄山产生什么想法 李林甫总能抢先说出来 安禄山觉得自己被李林甫看透了 为之如虎 大冬天安禄山见到李林甫冷寒直冒 这时李林甫脱下大衣 披在安禄山身上 这招叫啥 恩威病失 总之只要李林甫在 安禄山就不敢造反 坏就坏在李林甫下台了 上位的是杨国忠 安禄山当上军政两届的当红炸子机时 杨国忠还是在四川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所以安禄山从不把杨国忠放在眼里 一想到安禄山对李林甫那么敬畏 对自己却嗤之以鼻 杨国忠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的杨国忠 不停地在唐玄宗面前 diss禄山 本来安禄山念及唐玄宗对自己有恩 想等唐玄宗驾崩后再搞事情 而今杨国忠把安禄山逼急了 安禄山决定不等了 公元755年 安禄山以清军策为借口 发动了叛乱 安禄山反叛的消息传来 朝野震恐 唯有一人感到高兴 谁呢 杨国忠 因为杨国忠子权老说安禄山会反叛 但唐玄宗不相信 如今安禄山真的反了 杨国忠不就有实锤了吗 杨国忠满足的私欲 却引来了祸水 鱼羊皮鼓动地来 叛军长驱直入 沿途郡县非逃吉祥 不过也有诈详的 比如长山郡太守 严搞清 他是大书法家严真卿的哥哥 不得已假装归顺安禄山 暗中策划抵抗运动 忍辱一时是为了以后的抵抗 至于某些望风而逃的郡县 也是迫不得已 唐军内部防守空虚 且久输战阵 比之有备而来的叛军 根本不是对手 在叛军攻打某座城池时 惊现了魔幻的一幕 叛军尚未加起云梯攻城 仅仅一通雷鼓 许多守城的唐军将士 就被吓破了胆 不慎跌落城楼 如雨点般坠下 懦夫固然有 英雄也存在 有个叫丽妃守渝的神剑手 赶在叛军到来前 强占有力地形 居高临下放箭 一箭一个准 射杀了不少叛军 有一支箭甚至射到了 安禄山的铁碾车架前 安禄山绕道而行 读到这段历史 我脑海中就会浮现 魔戒中英姿萨赏的精灵王子 占据高岗 射杀半手人的画面 怎一个裤子了得 当丽妃守渝射出最后一支箭 发觉剑囊已经空空如也 他纵身一跃入水 比起被俘受辱而死 刺骨的冰水 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虎劳关 叛军终于遭遇了 大规模抵抗 驻守虎劳关的是 唐军名将封长青 出征前 封长青当着唐玄宗的面 夸下海口 臣请走马易东京 开府库 目骁勇 调马垂渡河 即日取逆湖之手 献缺下 封长青临时张榜 招兵买马 拉起了一支五六万人的大军 然而这支临时凑齐的唐军 构成几乎都是新兵担子 如何抗衡得了束手边疆 久经沙场的叛军呢 结果毫无悬念 唐军兵败如山倒 丢了虎劳关 洛阳陷落 封长青见识到 贼风不可挡 便与另一位名将高先知 抱团退守同关 高先知封长青 不愧是名将 制定出了明确可行的方案 正面纲 唐军不是叛军的对手 唐军只有凭借同关天险 聚守不出 与叛军打持久战 如此 叛军战线拉得过长 补给困难 早晚显路颓势 换言之 唐军只要待在同关 按兵不动就能赢 好端端的一道送分题 却因为某个死太监 成了送命题 这个死太监叫边令城 此次担任监军 监军顾名思义 监督军队的官员 虽然监军不掌控军队 却掌控着军队中 将帅的升迁 边令城仗着这一点 向高先知所惠 大战在即 高先知忙得很 怎会顾及这一茬事 边令城没收到好处 就向唐玄宗 举报了高先知和封长青 当然了 罪名是捏造的 唐玄宗又叫唐明皇 却一点也不英明 竟然听信了谗言 边令城带着赤叔 指高气扬地回到军中 先是宣判了封长青的死罪 封长青没有做任何辩白 只是地上一封奏表 臣此之后 帮陛下不轻此贼 无望尘言 则寄设计复安 逆胡败吕 臣之所愿必已 仰天隐阵 向日封章 即为师贱之臣 此作圣朝之鬼 若使墨儿有之 必结草军前 回封镇上 隐王师之旗鼓 凭贼寇之隔禅 生死仇恩 不认感激 臣长青无认 永辞 圣代悲恋之志 然后封长青 引颈旧路 接下来轮到高先知了 当边令城宣布 高先知私吞君饷的罪名时 高先知大声疾呼 我若时有此 君备即言时 我若时无知 君备当言枉 枉枉枉枉 三军将士齐声为高先知喊冤 声震同关 响恶行云 可惜 远在长安城的唐玄宗 听不到这声网 一代名将高先知被网杀 自毁长城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 谁能接替高峰二将呢 唐玄宗想到了戈书汉 戈书汉也是名将 曾镇守边关多年 立下赫赫战功 当时边塞流行一首民谣 歌书夜带刀啊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可见在百姓心中 歌书汉是一位泰山北斗式的豪杰 是忽悠大唐帝国的守护神 不光老百姓 杜甫也为歌书汉打抠 青海无传箭 天山早挂弓 意思是 自打歌书汉镇守边关以来 外族不敢来犯 所以唐军的弓箭高高竖起 Anyway 歌书汉是唐玄宗当时能想到的 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唐玄宗派使者去请他 年迈的歌书汉虚发皆白 他见到使者 是会 一饭斗米 肉食筋 披甲上马 以示尚可用 亦或是怒吼一声 数字七五年老 无手中宝刀不老 都没有 歌书汉卧病在床 连起身迎接使者都感到困难 原来歌书汉豪饮过度 中风偏瘫 所以当使者宣读唐玄宗的任命赤书时 歌书汉再三推辞 歌书汉再三推辞 不是怯场 也不是毫无担当 相反 这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岂可把三军将士的安危 细于我一介病夫 然而 唐玄宗不理会这些 歌书汉拗不过 负病出征 好在歌书汉行动不便 大脑仍能照常运转 歌书汉遵循高峰二将的策略 坚守同关 击退了叛军的恩伦进攻 每度过一天 守官将士就会点燃风火 从同关到长安 每隔几十里就设有一座风碎 交相接力 给长安报平安 就在唐军喜滋滋地点燃平安火时 安禄山因为后院失火 焦头烂额 前文说过 严稿青是乍响 此时严稿青已经联系弟弟严真情 共同举起了反安禄山的一起 河北各郡县纷纷响应 安禄山大怒 派史思明去平反 由于寡不敌众 严稿青被俘 然后被押至安禄山处 安禄山问 我提拔你为长山太守 对你有恩 为何谋反 严稿青义正言辞 你不过是个放羊娃 天子提拔你为三镇节度使 对你恩重如山 你又为何谋反 况且我严家 是位唐臣 长守忠义 我只恨不能砍下你的头颅 献给天子 以谢皇恩 安禄山岂能忍 下令将严稿青 网枝解处死 严稿青大骂 逆贼不止 直至弃绝 比严氏兄弟 更让安禄山头疼的 是横更在眼前的天险 同关 叛军的后方不宁 梁道时不时被劫 倘若继续对峙下去 叛军迟早面临 粮草不济的困局 焦虑的安禄山 只能通过痛骂 杖下谋士来发泄怒火 如等令我举事 皆云必成 四边兵马弱势 必成何在 如等献我 不见如等矣 然而 安禄山 马上就可以 转怒为喜了 唐军阵营中 出现了个猪队友 谁呢 杨国忠 名为国忠 视为国妖 在杨国忠心中 唯有一己私利 全无国家设计 所以 戈书汉 聚首同关的时候 不仅安禄山 感到焦虑 杨国忠 也感到焦虑 杨国忠认为 戈书汉是故意不出战 企图长期把控军权 长此以往 对自己来说 是一大威胁 权欲熏心的杨国忠 当然不愿 眼睁睁地看着 这一天的到来 于是 他怂恿唐玄宗 催促 戈书汉出战 尽管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尽管 戈书汉反复表示 一手不易攻 但唐玄宗的使者 络绎不绝地来催战 戈书汉 顶不住压力了 公元756年 戈书汉 痛哭出关 唐军重负 全军覆没 痛哭 杨国忠为了一己之私 搭上三军将士的性命 至于戈书汉 兵败被俘后 竟投降了安禄山 习哉 一代名将 晚节不保 同关失守这一天 长安城没有收到 前线的平安火 唐玄宗终于意识到 大事不妙 这是大唐的治安时刻 朝廷高层 如热锅上的蚂蚁 乱成一团 这时宰相杨国忠发话了 我早说过 安禄山会谋反 可惜圣上不信 酿成今天的大祸 不是我的错 国难当头 身为宰相 不挺身而出 肩负其责 却在推诿 杨国忠接着说 圣上不如杏蜀 蜀地飞鸟难渡 叛军插翅也难攻过去 就像后来的慈离太后 把逃亡说成避暑一样 杨国忠也每其名曰 姓蜀 千万提到 杨国忠曾是蜀弟一小混混 目前又兼任 贱南节度使 所以他提出 姓蜀的建议 或许是想 骗唐玄宗 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牢牢把持朝政 可悲的是 唐玄宗又听信了 杨国忠的鬼话 那天凌晨 细雨茫茫 唐玄宗一行人 悄咪咪地打开宫门 如丧家之犬般 逃往蜀地 临行前 杨国忠还想卷走 宫殿仓库里的金银珠宝 带不走 也要复之一具 不留给叛军 索性被唐玄宗制止了 唐玄宗说 叛军攻入长安 如果攫取不到 宫中财物 势必迁怒于百姓 对百姓横中暴脸 朕于心不忍呢 一行人过了便桥 杨国忠又想烧断便桥 延缓叛军的追击 再次被唐玄宗制止了 唐玄宗说 官员和百姓都要避难 奈何决人生路呢 唐玄宗毕竟是唐玄宗 是那个开创 开源盛世的唐玄宗 虽然中年 沦陷于杨贵妃的温柔乡中 万年更是昏溃不明 但经此大难 如梦初醒 仿佛又回到了 年轻时的那个唐玄宗 尚且蒙在鼓里的官员百姓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当众人察觉 唐玄宗开溜了 长安大乱 难民们纷纷逃往城外 其中就有杜甫的身影 杜甫年迈体衰 实在走不动了 藏匿在野草丛中 袭击不被叛军发现 万幸的是 杜甫的侄子发现了他 这位勇敢的侄子 把坐骑让给杜甫 自己走在前面 一手持兵刃 一手牵马匠 护送杜甫逃出长安 逃出长安以后 杜甫一家子避难于 福州强村 然后竖起耳朵 听朝廷的动静 杜甫听说在马尾义 发生了病变 杨国中兄妹被杀 他还听说 唐玄宗一行人 继续前往蜀地 而太子李亨 选择留下 主持抗战大局 不久后 太子李亨继位 视为唐宿宗 唐宿宗继位这件事 让杜甫兴奋不已 次日杜甫告别家人 只身前去投靠唐宿宗 行至中途倒霉事发生了 杜甫迎面赚上 叛军的游泳 好在杜甫衣衫褴 也没啥名气 火拖拖一个乡巴佬 叛军觉得无力可图 就没怎么刁难杜甫 反倒是另一位诗人 因为名气太大 遭到叛军的百般刁难 这位诗人就是王维 王维的大名 安禄山早有耳闻 所以安禄山逼迫王维当伟官 不听命就杀头 王维只得从命 某天安禄山命令 岳公雷海青为自己奏乐 雷海青直接摔了琴 安禄山大怒 下令将其肢解而死 王维听说这件事以后 写诗一记愤慨和哀思 万户伤心生也烟 百聊和日更朝天 秋怀夜落空宫里 宁闭池头奏管弦 只能说咱们的王维 虽然不似雷海青刚烈 但硬骨头还是有几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